你那時候突然怎麼會想去拉人力車 是 首先最開始的想法是 我那時候在決定要離職的時候 因為日本離職其實很早就要講 就是比台灣早蠻多的 所以我很早就會開始想說 那下一份工作怎麼辦 然後我下一份工作 我要找什麼樣的工作我才做得下去 對 所以我那時候給了自己 結論來說我給了自己的三個條件 第一個就是 我想要善用語言 因為在會計部門 你除了數字沒有其他的 然後我覺得我的擅長的是語言方面 然後我很討厭數字 所以我一定要善用語言這件事 然後第二件事情就是 我不想要被關在辦公室裡面 像個機器人一樣 就是每天就只面對電腦 對對對 所以我希望就是就算是 一般OL也好 但是也要去拜訪客戶啊 有機會可以走出去 去其他地方看看的那種 性質的部門這樣子 然後第三個要件是 我那時候想說 我想要訓練自己的表達能力 就是不是說接收別人的行動後的結果 而是自己去跟人家表達些什麼 自己可以去做一些決定 跟做一些行動的那種工作 比較正面積極的工作這樣子 然後在這三個條件之下 我就開始查下一份工作 我那時候查到的工作 蠻多就是自己是真心覺得說 我想要試試看的那種工作 大部分都不是正職 就是不是所謂的正職 台灣就是說就是 Full-time job 就是正職整天工作 都是Part-time的或是約聘的 對然後再加上 因為日本他們的正職的 那種就職活動 就是他們所謂叫做就職活動 就是你找工作的過程 是非常漫長的 你要面試很多次 還有筆試測驗等等的 根本就像考大學一樣 然後在那個過程之中 我就慢慢覺得 自己在每一次面試 都好像在說謊 在包裝自己一樣 就是我其實真心 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嗎 對但是就會覺得 我就會開始懷疑自己說 我真的想要在這間公司 為他奉獻那麼長久的時間嗎 特別日本是 尤其是寶貴的青春 對而且又才剛二十幾歲 然後又就是覺得說 我這個時候又被關在公司裡 然後我也不確定 我能不能做到 我想做的事情 我就會開始懷疑說 那我是不是有其他想法 不用走跟一般正軌一樣的 東西道路這樣子 對所以那時候開始查到的 就想說那我是不是可以試試看 不要正職沒關係 然後在日本 因為畢竟你在異國 你如果沒有正職 其實很容易失敗缺錢 簽證問題等等會有問題 然後我那時候想說 好那我就試試看 然後失敗了 大不了我回台灣而已 對那時候也萌生了回台灣的想法 你把我們台灣當什麼了 當成一個最後的 最後的堡壘 對有加碼 就是怎麼樣回到家 你總是有飯吃 總是有地方住這樣子 對對對 所以我那時候就開始查到的工作 那時候剛可能在那之前 有一次跟媽媽去淺草有玩 就是有去淺草玩 也是沒有搭人力車 可是就是瞄到人力車 那現在好像金龍市對不對 淺草市 淺草市 對它的全名叫做金龍山淺草市 對對對 然後那時候去搭人力車 沒有搭人力車 可是有看到人力車 然後因為我很喜歡 本身很喜歡運動 然後也喜歡健身 也喜歡跑步 然後媽媽那時候好像 一次就有開玩笑說 不是很適合你嗎 這樣子 然後這件事情 我是沒有記得很深 可是隱隱約約就有這樣的影子 在自己的腦海裡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說 人力車搞不好是一個選擇喔 那時候在心裡就有這樣想法 而且又是外國人 你要講日文去跟日本人拉客 然後又可以跑步 又完成了那個就是 怎麼吃都不會胖的夢想 這不是最棒的嗎 而且如果一個外國人 一個女生可以做到的話 不是很帥嗎 我那時候就有這樣的想法 然後在跟媽媽的電話當中 就是很隨口的就說 不然我去拉人力車怎麼樣 然後沒像我媽這樣回我一句說 好啊 有什麼不可以 OK 好媽媽 就是滿意外她會有這樣的反應 因為一般媽媽就會希望說 你要進大公司 你要有很好的薪水 有退休金 有福利 所以那時候媽媽就 她那時候這樣講我就有嚇到 就是原來媽媽不在意說 社會的眼光了嗎 那時候就覺得說 是不是可以不用在意 這些社會眼光 試試看一個不一樣的事情 然後就去應徵當人力車 是 對 這樣去應徵 有流程嗎 有條件嗎 通過考核嗎 其實她簡單來說 她就是一個打工 就是你去 我要拉人力車 那這台車就租給你了 一天800塊這樣子 然後就開始拉車 是不太簡單 就是還是有正規的投履歷 然後老闆說OK 然後來面試 然後面試過程中 我們當時我那一間公司的老闆 他是滿要求說 你要可以跟他 就是眼睛對眼睛正常溝通 一個還算開朗明亮的人 他有他自己心目中的那種 要求的形象 對對對 然後面試過程中也還滿順利的 他也當場就說OK錄取 可是 他問你什麼 就是單純聊天 然後問說 為什麼會想要拉人力車 然後你做過什麼樣的事情 然後日本人最喜歡問的就是 你努力過什麼事情 對 就是跟他簡單聊說大學的事情 以往的工作 然後為什麼會想要拉人力車 大概就是這樣的過程 當然他也會問說 有沒有運動經驗 但是不是必要 他只是順口問一下 是 然後這樣就開始拉人力車 還沒 要先研修 你要先成為研修生 你通過面試跟書面試研修 研修是不是像台灣實習一樣 差不多 對 可是 算是你要 他們會教你前草的歷史 你要如何導覽 你要怎麼拉車 你要怎麼讓客人坐得舒服 然後遵守交通規則 然後他們路線是怎麼樣 你要記路線 就是拉車不要轉紅燈 對對對 沒有你還要靠左 要怎麼靠 然後你要怎麼往後看 怎麼確認方向 然後你要怎麼讓客人坐得舒服 然後有些女生會遇到一些問題 就是像是上坡拉不上去的問題 等等的也都會有 就是這些拉車方面的 跟導覽方面的 然後還有怎麼拉客人 我們站在前草路邊 我們還是要招攬客人說 那個搭我們的人力車 有這樣的好處 我們可以提供你什麼 拉客技巧也是很重要 就是全部的合併 就是人力車這樣子 就跟你的夢想一樣 真的符合那 我剛才說的那三個條件 對 那比如說像你看到我這種 你會主動來招攬客人嗎 看人 我蠻多是看感覺啦 就是看這個客人跟我 合不合得來 才會決定要不要主動招攬 還有看那一天的心情跟累不累 怎麼看合不合得來 你又不是找男朋友 沒有 就是總是會有一個氛圍 像是如果像晚上稍微晚一點的客人 很多就會是那種化濃妝的女生 一邊喝酒一邊聊天 男生女生 有一點點像是接下來要去喝酒唱歌的那種 人跟我的氛圍 我就會覺得不太合得來 然後如果像台灣人外國人這種 來單純來觀光 然後對這塊土地很有興趣的那種 我個人會覺得我蠻適合這樣的客人的 對 然後身型來說的話 通常我是蠻積極都會一直招攬的 我不會特別注重身型的部分 但是假如那一天真的有一點累了 看到那樣的人走過去我就會 好 這位先休息沒關係 我就不出聲了 難怪我那次去潛草的時候沒有人招攬我 那個通常還是會啦 都說還是會 就是我不會特別去分那個 因為像我會英文會中文 所以我還有很多歐美客人 然後我真的是遇過那種 美國人兩個非常大隻的 然後通常客人不論胖瘦 他們都會很客氣的詢問說 我們真的可以嗎 真的不會太胖嗎 你真的拉得動嗎 尤其是一個女生 對 而且一隻小孩 三隻就好 那個咄咄的咩都不會沒30斤這樣 對 所以他們其實都會擔心 然後我的下意識反應回答 我們的回答一定都是笑容滿面的回答 他說沒有沒有 沒關係 我們這台車 大丈夫 大丈夫です 我們這台車可以到250公斤 沒有問題的 那我跟武則沒辦法上去 武則180公斤 180可以 那一位可以坐一位 就坐一位 兩位加起來250 沒有問題這樣 整台車250這樣 對 所以那時候我真的遇過 兩個非常大隻的美國人 他們大隻到就是車子的那個橫向 他們屁股是真的是用塞的 快要塞不下 然後因為還有肩寬 他們就我們就把屋頂掀開 讓他們肩膀可以稍微露出去 他們還要搭肩 才不會說擠到坐不下的那一種 然後那兩位當然也是很擔心 你真的有點歧視 我沒有歧視 我是適時乘數 對 然後那兩位他們就 就很擔心 大概就跟我說 你真的就因為我說 Are you OK這樣子 就你真的沒有問題嗎 然後我就是跟平常都一模一樣 就跟他說沒問題沒問題 這一車到250都沒有問題 然後我就在正視他們一眼的時候 我就發現 不對 對 他們兩個 超過250 還真的有可能超過125 就是兩個都分別有可能超過125 然後我就看他們 也沒有再繼續搭話下去 我就趕快把話題轉移掉 對 可是沒有事 就是平安無事 那一車是 對 那你在那邊拉車 拉一年四個月 你什麼樣動心歧念 讓你離開那個工作 是 就覺得夠了 其實是因為我覺得 人力車是一種 雖然很快樂 你會有很多遇到 很棒的客人的時候 你會覺得 哇 這一趟你也很享受的 狀況你都會有 只是畢竟還是一種 你把客人送走之後 就會歸零的一個職業 對 然後我自己個人 是會比較喜歡 你這個挑戰 就有點像打怪的感覺 你那個簡單的怪他 這個階段我體驗過了 我要進入下一個階段 對 我也希望是越來越難的挑戰 可以越來越往上走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重複 每天一直重複一直重複 雖然很快樂 然後也學到很多東西 也遇到世界上各式各樣的人 但是會希望有不一樣的挑戰這樣子 所以你為了挑戰 你去跑斯巴達障礙賽 斯巴達障礙賽 幾乎在那之前就開始了 OK 對 跟大家介紹一下 斯巴達障礙賽 是 斯巴達障礙賽 就是一種在 他們地形通常會選擇 在一些自然山林當中 然後去擺設很多的障礙物 那些障礙物 有點類似極限體能王 OK 然後當然也有簡單一點的 也有比較難的障礙物都有 然後就是你要一面跑在山林裡面 一面去闖關過那些障礙物的一個賽事 要攀岩 要匍匐前進 翻跟斗 扯鈴 呼拉圈 昏劍 吐火球 然後那種很重的重物要拉 要扛 有點像 很像那個奴隸你知道 我每次在扛那個我都覺得 自己好像在那個被奴隸那種感覺 你就回想到我當年在叫中國歐洲的時候 差不多 差不多 也有很多人說很像當兵 對 你怎麼會想去參加那個 因為我很喜歡跑步 也喜歡山 也喜歡重訓 就全部合在一起 就剛好是斯巴達障礙賽 因為我有一個教練他是健身教練 他也參加過斯巴達障礙賽 他跟我說他像老鼠 我說我現在只要看到洞我就想撞 你聽說取得非常好的成績 回台灣是 我在日本那時候就開始陸續有在參加 就大學畢業那時候就有在參加 然後在日本那時候是都有拿到那個 就是年齡分組的前幾名 然後回台灣之後有拿過 就是非年齡分組全部女生的 亞軍第二名 然後是台灣人冠軍這樣 是 對